这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有陈锦华传道为我们真道,我们的喜乐和冠冕。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上帝带领让我再次有机会以大家思想上帝的话。 主内弟兄姐妹们,你在这一生中最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回想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相信我们都经过悲欢离合,有痛苦,也有快乐的时候。 小时候的快乐可能是玩具,冰淇淋,看卡通片。 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可能是男生很喜欢踢足球,女生可能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做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是学生的考试考得很好的成绩,或者是参加营会啊,BBQ啊,玩游戏啊,等等。 那么我们毕业后,我们或许谈恋爱了,结婚等等。 或事业有成,或生职加薪。 或生职加薪。 或生职加薪。 结婚的夫妇,升级做父母,都是很喜乐的事情。 或生职加薪。 或生职加薪。 结婚的夫妇,升级做父母,都是很喜乐的事情。 可是对基督徒而言,还有一种令人更加喜乐快乐的事情。 跟世人不同的,这是一种属灵的喜乐。 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而影响的。 我们今天就思想这种属灵的喜乐。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遵行你的旨意。 求神帮助我们,聪明智慧,明摆了解你话语。 祝我们信心,信靠,顺服,遵行。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的讲题是,我的喜乐和冠冕。 菲利比书4章1节。 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英文跟华语有一点点不一样。 英文圣经有一个,therefore。 华语没有。 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所以。 它并不是在中国语语中。 今天我们从菲利比书,先从第四,我们进入已经到了第四章了。 菲利比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所写的书信。 使徒行传28章记载保罗在罗马做牢。 他在那边坐牢。 虽然他身体没有自由, 但是呢,他的心灵却是喜乐的。 尤其他想到菲利比教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更加的喜乐。 菲利比书是一封充满喜乐的书信。 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问题。 还是有困难,还是有挑战的。 可是,主要是强调呢,基督徒的喜乐是一种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喜乐。 所以我们回复,我们看菲利比书一章四节五节说什么。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保罗因为菲利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而喜乐。 第一章的总结说什么呢?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说, 我们看到在菲利比书一章四节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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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因为传福音而坐牢 可是菲利比教会也未必就好过 因为他们也因为会经过风风雨雨 他们会有人在反对他们传福音 他们受敌人的威胁 28节说他们受敌人的惊吓 29节说他们因为基督受苦 29节说他们和保罗一样面对属灵的征战 所以他们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喜乐 不会受环境影响 那么第二章里面呢 巴罗提到菲利比教会是一个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教会 他在二章二节里说 他们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然后呢就鼓励他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 有谦卑顺服上帝的心 然后二章十七十八节 说他们要对基督的信心 我们来看 十七十八节说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交电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一同 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因此呢 巴罗因为菲利比教会 是一个对基督有信心的教会 而喜乐 那么巴罗从哪里看得出他们的信心呢 我们要回去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所以这里说 他们顺服基督 不是他们顺服的行为 使他们得救 而是顺服的行为 证明他们是得救的一群人 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就说了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我要成就祂的美意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愿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 接下来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是上帝在他们心里面运行 使他们立志行事 使他们能够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 在生活中为主发光 将上帝的道表明出来 所以保罗为他们 这种充满见证的生命 信心而感到喜乐 那么进入第三章的时候 三章一节 保罗又再次提到喜乐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 与你们却是妥当 然后保罗就用自己为例子 鼓励菲利比教会 就是上个星期天 陈天才牧师所说的 过去 现在 还有未来 然后保罗就用了自己的例子 去向运行 腓励菲利比书 从未来 从未来 到未来 菲利比书三章八节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我要得着基督 这是讲到过去 过去的东西 他当作是粪土 但是什么现在跟未来呢 3章13、14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 这几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现在 向着标杆直跑 未来 要得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 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保罗要选择 忘记过去 靠肉体的成功 他现在 他选择 所当作的事 就是努力的向前跑 向前跑不是乱乱跑 是要有明确的目标的 就是眼睛看着未来 耶稣要给他的奖赏 保罗提醒我们 既然是天上的国民 既然有天上国民 应该有的行为 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 要忍耐 等候基督的再来 到时候 我们身体会改变 像耶稣基督一样 复活荣耀的身体 这就是靠主喜乐的秘诀 就是忘记背后 现在努力 向着未来荣耀的奖赏奔跑 这就是喜乐 靠主喜乐的秘诀 这有几片们 我们信主的人的喜乐 不是靠外在的 而是出于内在 属灵生命而来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靠外在的喜乐 是短暂的 是暂时的 会改变的 是有限的 是属世界的 可是在主耶稣里面的喜乐 是持久的 是不会因为 环境改变而变化的 是永恒无限的 是属灵的 人世间的喜乐 都是自我中心为出发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是为了物质的享受 满足肉体 或者心里面的需要 家庭的美满 事业的成功 得到别人的称赞 认同等等 也来自别人 有些时候 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觉得我比你好 我也会觉得很喜乐 有读过心理学的 或许听过 迈斯罗的阶级的 需要的理论 这个理论 看起来好像没有错 人是需要食物 需要安全感 需要家人 朋友 需要被认同 我们需要各种 心里面得到的满足 我们知道 这个理论的问题 是在哪里呢 是完全以人的肉体 以人的情感 为出发点的 是没有属灵的需要 也没有上帝在里面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在主里的喜乐 不是单单来自这些 个人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 而是因为 主耶稣的爱 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因为上帝而喜乐 也因为看见 其他的基督徒 对主的爱 我们也会感到喜乐 所以刚才我们 祈祷了至少三点 保罗因为 菲利比教会 是一个传福音的 教会而喜乐 保罗因为 因为菲利比教会 是一个对基督 有信心的教会 而喜乐 靠足喜乐的秘诀就是 忘记背后 现在努力 向着未来的荣耀 奖赏奔跑 所以我们进入 今天四章一节的时候 第一个字就是 所以 这所以的意思就是 因为刚才以上的三点 所以保罗说了 四章一节的话 我们来看 因为菲利比教会 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因为菲利比教会 是一个对基督 有信心的教会 因为菲利比教会 是一个靠足喜乐的教会 因为这三点 所以保罗对菲利比教会说 所以我亲爱的 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应当靠主 站立得稳 我们今天 在主里的喜乐 以冠冕的第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 有彼此相爱的心 保罗说 我亲爱的 我所想念的弟兄们 保罗爱他们 想念他们 菲利比教会 也是爱保罗 也是想念保罗 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保罗因为 保罗能够因为 菲利比教会而喜乐 是因为他们之间 保罗跟菲利比教会之间 有一种 主里面彼此相爱的心 他们是互动的 是双方面的 菲利比教会 是一个令保罗喜乐的教会 不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那样 哥林多教会里面 有人反对保罗 他们误会保罗自高自大 他们认为保罗是一个愿意的 哥林多教会是令保罗忧愁的教会 可是菲利比教会呢 是令保罗喜乐的教会 所以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呢 保罗说他想念他们 想念是因为保罗在监牢里面呢 看不见他们 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只能够从别人的口中 听到他们的情况 记得二章二十五节 菲利比教会派 到保罗那里帮助他 因为保罗在罗马 他是在住一个地方 被关在那里 是好像 under house arrest 是关在一个住下来的地方 就说他要出钱了 而且要别人照顾他 因为他不能够随便离开那个地方 可是第二次坐牢的时候呢 他写《帖摩太后书》的时候呢 他是关在一个又黑又暗又冷的地方 到时候他没有出来的机会 他是面对死刑 但是在第一次坐牢 在写《帖摩太后书》的时候呢 保罗有机会得到释放 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身体 人与人之间呢 是要有近距离的一个接触的 所以在可以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回到教会实体的聚会 而不是继续线上的聚会 就好像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开放之后呢 很多在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快快要赶回去跟家人见面 不是用《帖摩太后书》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吗 为什么要赶回去呢 因为视觉跟听觉是不能够代替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我们是要回来教会 弟兄姐妹一起实体的聚会 敬拜上帝 在教会里面呢 如果弟兄姐妹顺服基督的命令 彼此相爱的话 就像保罗跟菲利比之间 教会彼此相爱 我们就会很喜欢来到教会聚会 参加不同的师奉 儿童施工 阿瓦娜 教导儿童主义学 查经 门徒训练帮 碳反有需要的人等等 现在我们还计划 能够去到海外 参加海外的事工 因为已经可以了 退休有时间的弟兄姐妹们 就可以有义务地去 探访圣安德烈的 那个疗养院 还有我们在阿拉扎 那个圣路家的 那个热灵的关怀中心等等 那么那里参加活动 认识那里的老年人 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福建崇拜 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我们就同心事奉 在Tamanjurong这个地方 为主发光 彼此相爱 同心事奉 自然就会在诸里面 一起喜乐 这是属灵的喜乐 不是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 是上帝而来的喜乐 是内在的 不是外在的 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在诸里面的喜乐 第一点 是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那么在诸里喜乐 和以冠冕的第二点呢 是因为我们有爱人 如己的心 法罗罗这边说 二章一节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圣经里面有提到五种冠冕 第一 不能朽坏 不能坏的冠冕 第二 是喜乐的冠冕 第三 是公义的冠冕 第四 荣耀的冠冕 第五呢 生命的冠冕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留意 《非利比书》四章一节 我们到达会回来 我们来看 《贴山老人家》 前书二章十九节 我们跟《非利比书》 四章一节 来做一个对比 《非利比书》四章十九节 说什么呢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 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 在来的时候 你们在祂面前 站立得稳吗 因为你们就是 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喜乐 英文圣经有翻译成 《贴山老人家》 华语圣经看不到 它就是喜乐的冠冕 所以对保罗而言 《贴山老人家》教会 是保罗喜乐的冠冕 这个冠冕不是 现在戴在头上的那种冠冕 而是将来 保罗会戴上去的 是将来的荣耀来的 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相信 在祂所说的喜乐的冠冕 不是一个实质 看得见摸得到的冠冕 而是一种属灵 意义上的一种荣耀 是保罗用一种 人间所看得见 所摸得到的东西 来描述 形容 属灵 看不见 摸不到的荣耀 在罗马时代 冠冕是给那些 在竞技上面比赛的冠军人 用一个花冠做成的 这是一个个人 努力所得到的荣耀 不是跟别人分享的 可是也是暂时的 因为这个用植物 所编出来的冠冕 几天就会枯干 就会坏了 就算是皇帝所带的 宝石的金冠冕 难道那个国王 一辈子都带着它吗 他死的时候 也带不走 所以菲利比教会 它是保罗喜乐的冠冕 保罗用喜乐的冠冕 形容菲利比教会 与贼山洞里加教会 是因为他们是保罗 所结出属灵的果子 他们是保罗传福音 所结的果子 因为他们是保罗传福音 如同爱自己一样 保罗看见他们 属灵的成长 就好像看见 自己属灵的孩子 成长一样的喜乐 就好像运动员 努力赛跑 跑赢了 得到冠军 得到冠冕一样的喜乐 是个个人的喜乐 如果我们传福音 带领人信主的话 他永远得救了 你也会有这样的 属灵的喜乐 而且是永远的 大念我中学的时候 德汉指示 他带领我 我们同学 他带领我来教会 带领我信主得救 我相信的汉指示 他种喜乐 也是能够出到永远的 在天堂的时候 他看到我 说金华 我感谢上帝 我能够带领你信主 一起重生得救 得永生 这是多么喜乐的事情 这种喜乐是永远的 在未来的 带领人信主 带领我信主得救 我感谢上帝 我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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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传福音 我们爱人如己的心 我们爱别人的灵魂 都同爱自己一样 我们传福音的心 这个是永远的喜乐 我们想想看 想象一下 或许将来 你在天堂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 你不认识的人 他告诉你 谢谢你 因为我是因为你 我才信主得救的 可是我不认识你 你得救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可能会跟你说 你在街上 看到我的时候 或者在得事上 做我的得事的时候 你把福音当章 分了给我 因为你 你否认了福音当章 我就信主得救了 那是多么喜乐的事情 不是暂时的 而是永远的喜乐 基督姐妹们 或许我们爱人如己的心 就会让我们 在生活中 为主 愿意为主 做美好的见证 一个人信主 很多时候 不是立刻 马上决定的 而是一个过程 我们就好像 铁链一样 开始一环 然后一环 一环 一环 到最后一环 我们或许 不一定成为 最后一个 带领那个人 信主的人 可是我们一定 能够成为 这个环里面 其中一环 可能是我们 是第一个 开始那个人 接触福音的人 第一环 可能我们是 他的人生中 按上帝 旨意实践里面 在不同时期 接触福音的 其中中间的一环 但是最后 那个人得救了 所以 哥林多前书 四五章五十八节说 所以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摇动 常常接力 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就进入了 今天的第三点 在主里的喜乐 以冠冕的第三点 因为是我们 是靠主 而有的力量 喜乐 不是靠自己 我们看 菲律比书 四章一节的 最后一段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应当 靠主 站立得稳 我们对比 帖上罗尼扎 前书二章十九节的 最后一段 岂不是我们 主耶稣 在来的时候 你们在祂面前 站立得住吗 主来的时候 我们要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所讲的 都是一样的 告诉我们 我们要忘记背后 现在努力 往前跑 我们面向前面 荣耀 喜乐的冠冕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永远 这个不是出于 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现在有力量 能够奔跑 这个信仰的路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因此我们有力量 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 站立得稳 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信仰的根基 建立在基督 这个坚固的磐石上 拥紧面门 靠主 站立得稳 并不是 站着不动 站着不动 就不跌倒 是吗 不是的 你不动 反而会跌倒 你不动 要退你 你就倒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那些当过兵的 当过警察的 NCC NPCC 那些参加 那些uniform group 的人 你们就知道 我们说 胜利呀 正义的姿势的时候 你长久不动 你血液不循环 突然间你就晕倒 你晕倒的时候 往前这样倒 所以过两天 就是我们的 国庆检阅典礼 那些军人 整整齐齐的 排列起来 胜利呀的时候 完全不动 但是其实他们有动 他们哪里动 你知道吗 他们的脚趾 在那边 在动 不然的话呢 他们一幻见 就晕倒 最辛苦的时候 其实不是动 最辛苦的时候 其实是不动 他们等待的 就是那一个 执行 因为开始动的时候 他们就 哇 松一口气 所以我们来思想 哥林多前书 四五章五十八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摇动 这个时候不可摇动 是什么意思 就是舍利呀 是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注意我要动 所以 加烂的时候 常常接力 多做主供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不动的时候 是做什么 我们是杂根 在基督身上 我们好好的 研读圣经 明摆了解 圣经的道理 思想 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中 然后呢 我们就动 常常接力 多做主供 坚固不可摇动的时候 是说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 坚固不可摇动 可是真正的信心 一定会产生行动 就是常常接力 多做主供 所以呢 我们应该 应该 我们应当 靠主 站立得稳 是指我们 要有信心 顺服 上帝的心 这是里面的 内在的 但是靠主 就是对基督的信心 是内在看不见的 但是呢 我们顺服 是外在 看得见的 行为的表现 我们听见主的话 我们就要去遵行 这就是靠主 站立得稳 的意思 所以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凡听见我这话 就是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 磐石上 雨淋水冲 风吹 创成那房子 房子总部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 磐石上 我们的信心 建立在基督 这个磐石上 根基在里面 看不见的 但是所盖出来的屋子 是看得见的 屋子是让人家住的 有不同的家具 有不同的功用 是看得见的行为 但是呢 里面的根基 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耶稣说 凡听见他话 就是行的人 就是把房子 盖在磐石上的人 就根基稳固的时候 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 我们遇到种种的困难挑战 我们都能够继续靠主 站立得住 所以呢 今天我们从保罗 菲利比书 头三章 我们学习到 保罗为菲利比教会 喜乐的原因 有三点 因为菲利比教会 是个传福音的教会 因为菲利比教会 是个对基督 有信心的教会 因为菲利比教会 他们能够靠主喜乐 他们能够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未来的荣耀跑 因为这三点 所以保罗 把菲利比教会 看成自己喜乐的冠冕 因此 因为保罗 他与菲利比的关系 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下呢 保罗 与他们 有彼此相爱的心 保罗 保罗 跟菲利比教会的关系 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 菲利比教会 也能够靠主 站立的稳 因此 在信靠顺服方面 菲利比教会 给我们留下 美好的榜样 也希望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看彼此的时候 我们看到彼此 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 教导儿童主义学 阿瓦那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孩子 属灵成长的时候 他们就是我们 喜乐的冠冕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祢 赐下祢的话语 教导我们 属灵的功课 帮助我们 能够学习 菲利比教会的榜样 成为一个 传福音的教会 成为一个 有信心的教会 成为一个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教会 也求主帮助我们 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有一个 彼此相爱的心 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 也能够靠主 站立的稳 这样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就能够 成为 彼此喜乐 的冠冕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for all this we pray in Jesus most holy and blessed name Amen